大家好我是成語 在道德與法律的約束下 人們往往得壓抑心中的慾望 才能維持這個社會的善 但若是有機會能跳脫束縛不被法律制裁 人性又會變得如何呢 而這樣的概念還引申出了一位知名的漫威超級英雄 這故事究竟說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化身博士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搖眼的西方有個名為英國的國度 在英國住著一位有名的律師名為阿森 只要認識阿森的人都會說他是一個非常值得信賴的朋友 因此他的律師事業發展得相當的忙碌 但他總會在星期天把所有的事情排開 只為了與他的親戚們在這天好好的聊天休息 阿森的親戚名為理查 阿森和理查就這樣一邊欣賞街景一邊與對方聊著天 兩人在散步的路途中看見了一棟破舊又醜陋的建築 一看見這個建築 理查突然指著大門向阿森說道 這裡雖然是個和平的國度 但在這扇門後 卻曾經發生一個 詭異的事情啊 原來在不久之前 那時是一個冬天的夜晚 理查在下班回家時看見了一個外表陰森的男人 和一個小女孩 這兩人在街道的轉角處不小心撞上了 但男人卻完全沒道歉 還從跌倒的女孩身上踩過去 在一旁的所有人都被女孩的尖叫聲給吸引 紛紛要求男人道歉並拿出醫藥費 男人只是安靜的在眾目睽睽拿著鑰匙打開了一扇門 並從屋內拿出一堆金幣與一張貨真價實的高額支票 那陰森卻富有的男人名為海德 而海德打開的門就是他們眼前這 醜陋的屋子 當阿森回到家後 心中卻一直想著理查所說的故事 因為他知道那扇破舊的門會通往的地方 那裡會通往一位名為 傑奇的醫生所經營的實驗室 阿森滿頭疑惑的走進辦公室 從一堆檔案中拿出一份上頭寫著 傑奇醫生遺囑的資料 傑奇醫生目前還活著 他只是先立下了遺囑 在這份遺囑中明確的寫到 在傑奇醫生去世後 他的一切財產都會由他的朋友海德所有 原本阿森只以為這是傑奇醫生隨筆留下的遺囑 但現在卻讓阿森開始擔心了起來 接下來的數個夜晚 阿森都在夢中不斷的夢見一個男人的黑影 在踩踏著小女孩 不只如此 阿森居然還夢見了傑奇醫生 而那個男人的黑影居然又出現了 還不停的對傑奇醫生施暴 從那時候開始 阿森便希望能遇見那被稱為海德的邪惡男人 便時常到破舊建築旁觀望著 在不久之後 這裡真的出現一位身材矮小的男子 阿森便鼓起勇氣上前問道 你就是海德吧 我叫阿森 我想你可能在我們的共同朋友傑奇醫生那裡 聽過我的名字吧 沒想到海德卻只發出一聲 詭異的冷笑便進入屋內 只把阿森給留在門外 親自看見海德 阿森才了解到理查所言不假 海德的確讓人感到厭惡 為了解開謎團 阿森決定親自去拜訪傑奇醫生 但傑奇醫生並不在家 開門的是家中的管家 阿森一見到管家便說道 管家 我曾經看過一個名叫海德的傢伙 從實驗室的門進出 這是傑奇醫生 知道嗎 沒想到管家居然說道 當然知道 而且要死是醫生給海德的 我們甚至也都得聽領於他呢 因為傑奇醫生不在家 阿森沒辦法解開疑惑 只能向管家告辭 但他心中卻想起那份奇怪的遺囑 若是海德迫不及待想繼承遺產 那傑奇醫生的生命 不就有巨大的危險嗎 為了解開謎底與保護朋友 阿森決定要親自向傑奇醫生問個清楚 在數日之後 他終於遇見了傑奇醫生 傑奇醫生是一名約50歲左右 且身材高大的中年人 他一看見阿森 並知道他是為了遺囑與海德的問題而來 傑奇醫生只能向阿森說道 遺囑絕對不能更改 我保證這事沒那麼複雜 但這是一件私事 你就不要再過問了 哪天我離開了 你可要多照顧一下海德啊 阿森雖然還是滿腹的疑問 但也只能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答應了傑奇醫生的請求 時間很快變到了一年後 一件恐怖的案件震驚了整個城市 一位老人向人問路 但那人卻不耐煩的拿手杖瘋狂攻擊老人 還把老人送回了天堂 這件事當然也傳到了律師阿森的耳裡 根據警方與目擊者的描述 他便很快了解這殘忍的男人 便是海德 而且那隻犯的手杖 居然是多年前他送給傑奇醫生的禮物 他只能再前往傑奇醫生的住處想問個清楚 阿森以拜訪朋友的名義 進入了傑奇的家中 這使得傑奇正有氣無力的坐在壁爐邊 他一看見阿森便急忙說道 我和海德再也沒有關係了 我們再也不會見面 但他寄來一封信 我不想交給警方 還是交給你處理吧 接過了海德的信件 阿森便安靜的離開 他認為或許能在這封信中找到解答 便將信件交給事務所中的偵探研究 信件上的內容只不過是海德對醫生的感謝 但偵探卻在信中發現了一個 天大的秘密 偵探研究過那封信的筆跡後 又拿起另一封由傑奇醫生親手寫的信件 一比對之後才發現 這兩封信是出自同一個人的筆跡 阿森擔心自己的朋友會因為替兇手偽造文書而被定罪 便把那封信件給鎖見了保險櫃裡 而這起案件在警方的追查下 關於海德所犯下的多起暴力事件都被揭發了出來 但兇手海德卻像人間蒸發似的 再也沒有人看見他的蹤影 就這樣和平的過了好幾個月 有一日阿森去拜訪傑奇醫生的老師 蘭農醫生 但原本健康的蘭農醫生卻臥病在床 一看見阿森 蘭農便虛弱的說道 別在我這提到傑奇那傢伙 在我心中 早就沒這個人了 總有一天 你會 明白的 在兩人見面的一個星期後 蘭農醫生便離開人世 阿森也收到一封上頭寫著 只允許阿森本人拆封的蘭農親筆信 阿森急忙打開 卻發現裡面又是一封密件 上頭寫著 等到傑奇醫生離開後失蹤 才能打開 阿森只能克之好奇心 在這封信件給鎖進了保險箱 在不久後的夜晚 屋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原來是傑奇醫生的管家 管家急忙說道 律師先生 能否請您來我們家看看 我們都很擔心傑奇醫生啊 阿森聽見這消息 便趕緊和管家一同到了醫生的家中 當阿森一踏入門 便聽見了傑奇醫生大聲喊道 你們快滾 我不想見任何人 這雖然是傑奇醫生的聲音 但若仔細聽 卻彷彿又是另一個人 管家無奈說道 您聽到了吧 這不是醫生的聲音 而且最近我們都沒看到醫生本人 他只會留字條 還叫我不斷去買某種藥物 這可怎麼辦啊 驚訝的阿森便和管家借來斧頭 他要直接和醫生說個清楚 當房門被劈開時 在地板上居然有個扭曲的 不成人形的男人 阿森仔細一看 便發現這人便是失蹤已久的海德 而他竟還穿著傑奇醫生的衣服 但他只剩下微弱的氣息 在不久後就失去了生命 阿森推斷 傑奇醫生就是遭到海德謀害 而海德則是因為行蹤敗落而自我了結 但阿森與管家把整棟建築都找遍了 卻都沒有找到傑奇醫生的軀體 只找到一封寫著阿森名字的信件 阿森決定先回家看那封藍龍醫生的信件 再看這封傑奇醫生的親筆信 或許真相就在其中 在藍龍醫生的信件中寫到 在某一天的夜晚 一位陰森又矮小的男子前來找藍龍醫生 那人當著醫生的面將各種藥品倒在一塊 然後狂妄的說到 死老頭 你給我看清楚啦 這可不是魔法啊 說完便將那詭異的容易一引而進 那矮小的身體開始膨脹 五官也漸漸改變 不久後這人竟變成了傑奇醫生 藍龍的性質寫到這邊 阿森便趕緊拆開傑奇醫生的信件 傑奇在信中寫到 我是一位大家所喜歡的好醫生 但在內心深處卻控制不住 想要狂歡的慾望 我一直幻想著能將體內兩個 善與惡的人格分開 就在某個夜裡 我將精心研究出來的藥水喝了下去 這時 海德出現了 那是一種能胡作非為的自由 沒有任何道德與法律約束 因為海德 根本就不存在 只要幾分鐘 我又能變回受人敬仰的傑奇醫生 但體內的海德卻越來越失控 甚至不用服用藥水 海德就能出現 一次次的品嘗 暴力的快感 我決定自己結束生命 這是帶走海德 最有效的方式 現在是我最後一次 以傑奇醫生的人格在說話 這秘密 就交給你了 這封信件也寫到這便停止了 阿森也留下了不捨的淚水 轉身將這兩封信給鎖入了保險箱中 從此之後 大家又過上了 平靜的日子 化身博士是英國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於西元1886年的著作 是文學史上首次描寫具有雙重人格人物的作品 主角 傑奇與海德 在後世也成為心理學中雙重人格的代稱 而傑奇與海德的角色設計 也影響了後世許多的文學與影視作品 最著名的便是漫威漫畫中的 班納博士與綠巨人浩克 這精彩的故事也於西元1887年改編為舞台劇的版本 並於1888年與英國倫敦的藍星劇院演出 也獲得了極大的迴響 但就在開演的三天後 許多名女子在倫敦的白教堂附近被人奪去性命 這起案件便是著名的 開堂守捷克事件 媒體便將這起案件與化身博士對比指出兇手 一樣是白天具有一定的名望 而喜愛在晚上放案之人 並將化身博士舞台劇的改編人 演員曼斯菲斯德只為開堂守捷克的嫌疑犯 也因為這起事件 讓化身博士接下來在倫敦的票房皆不理想 曼斯菲斯德只能帶著劇團離開倫敦 這事件雖然在現今聽起來十分的荒謬 但卻能讓人感受到 人們真的相信 善與惡 有可能被分開 而善與惡也的確藏在每個人的心中 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希望自己能 暫時成為自己心中惡的那一方 能逃離道德與法律的約束 去解決人性的慾望 甚至是放手去解決欺負自己或社會和平的惡勢力 除了在化身博士中有這樣的探討 在日本的漫畫作品 死亡筆記本中也有十分類似的概念 究竟什麼是善與惡 解決慾望真的是純粹的惡嗎 那每人都乖乖的活在規範之下 又稱得上是善嗎 相信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那如果喜歡成語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鈕 也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你們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的動力 有任何問題或任何想聽想看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成語 我們下回 再見 再次見